受到台風的影響 花蓮玉里這兩天 下起間歇性的強降雨 造成修古蘭西暴漲 棉譽台風容易淹水的大雨 三明地區也有水稻田 發生淹水的狀況 如果雨下太大的話 水溝無法排水 因為河床的水會倒灌 稻子會倒伏或是 因為水排不出去 稻子可能會被淹到 現在目前颱風還沒有進來 真的下大雨早就滿滿了 現在這樣子 你看水溝就已經超過 他們做的那個 玉里地區水稻目前陣子 開花塑粉期 水間上有些缸肉出的花朵 被蠔魚打掉 造成塑粉失敗 農民擔心將會出現 空包彈影響產量 然後現在颱風天 然後那個正直那個開花期 也會影響到它的那個授粉 可能到後期可能會變成空炮彈 颱風山陀爾在台灣南部緩慢的移動 農民祈禱颱風趕快離開 減少水稻受災的程度 現實新聞法務的花林毅里採訪報導